政經社會的華山分屍案 時隔近兩個月 終於有最新進展 檢警在2號下午 再度約談死者家屬 因為驗屍報告指出 他在生前的確遭人性侵 甚至有平面媒體報導 健方還在陳柏千的住處 搜出了新的證物 平面媒體指出 陳柏千的家中 竟然藏有三組人體標本 經過法醫鑑定 其中一組就是死者的單邊胸部 甚至連部分下體 都遭陳柏千割下藏匿 不過令人毛骨悚然的 是最後一組人體標本 DNA鑑定後 竟然和死者不相符 由於陳柏千長期獨自住在 華山小木屋內 也不時開設相關課程 吸引不少人前往 現在查出疑似有另一個受害者 外傳檢方不敢大意 已經指揮遠景查詢失蹤人口 以及全國無名師資料庫 來釐清有沒有DNA相符的名單 但對於這些傳言 北檢全排否認 調查至今陳柏千還不願意 吐露真相 檢警還在抽死剝繭 要查個清楚 受害人是不是真的只有一個 記者孫盈益 衰歡 SNG小組 台北報導